009 3 9 9 4 0 我就是大致上就 壓他壓最多啦 207以下買的 298附近請各位賣 也大概快要100塊了吧 也快要100塊了啦 大家好 我是謝逸文 歡迎收看 預約漲停人生 好 這個 昨天美國公佈所謂的CPI 3.5% 那有點高於預期 也就是說 跟上個月跟上上月的比起來 這個弧度是 通膨的這個弧度是往上的 那理論上來講 美國是希望怎麼樣 往下 往下他才有機會降息嘛 對不對 往下來代表說 我國內的一些所謂的這個物價 稍微有點回檔 可是卻是往上的 好 先教一下這個 大家跟這個經濟有關的東西 好 任何的經濟活動 它都是要一個順滑度 這個順滑度它可以是平均的下滑 這個順滑度可以怎麼樣 極速的下滑 緩一下 極速的下滑 緩一下 極速的下滑 緩一下 這個跟股票的走勢有點像 所以連續兩個月的通膨小上升 就經濟活動來講 它是OK的 它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緊張 什麼是不正常的 10漲 10跌 或者是10而大跌 10而大漲 那個就是一個很動盪的國家 物價處於在一個所謂的 極不穩定的狀況下 所以他現在看到那個通膨 小漲 極跌 小漲 極跌 欸 這算進雄啦 那還有一種東西不正常 就是說你的通膨指數跟你的利率政策 這個完全是背道而馳 這個是最糟的狀況 這叫什麼你知道 這個叫失控了 就是你所有的 金融貨幣政策 對市場上的經濟是沒有效果 那這個就是不正常的現象 這個經濟學大家都有教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搜尋一下 這個CPI通膨 在這個 期許它回檔的過程當中 它突然出現了小漲 連續兩個月 算不算正常合理的範圍 當然是正常的合理範圍 好 可是市場上還是一樣 因為風吹草動 總是會有人會緊張 為什麼呢 欸 講好的今年要降息呢 好像開始出現了疑慮 謝老師在去年的年底就預估 我們預估啦 說今年的年終大致上是6月的時候 我認為才會降息 我們剛剛講的嘛 經濟是一定要有一個順滑度 你會計準則報表也是有一個順滑度 你不能說我這個月報了很多賬 我下個月是零 然後這是一間很奇怪的公司 除非它有什麼特殊狀況 完工任列法啦 權力經任列法啦 類似這樣的公司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家都在猜 3月就要降息 4月就要降息 我那時候還是堅持6月 我告訴各位 我到現在都還是堅持 我認為6月會降息 但是降的幅度很少 可能是半碼 老師啊你是鐵口直端嗎 不是 就經驗法則而言 當升息到一個階段之後 6個月到1年之間 勢必會出現的緩降息 這是謝老師對 多年來對綠地政策的追蹤跟看法 經驗法則啦 當然不一定準 好 那現在問題複雜性在於哪裡 原來是美國年底 要所謂的總統大選 拜登昨天講了一句話 他講了什麼話 今年一定會降息 但是時間會晚了一點而已 那這句話就代表的是怎麼樣 代表的是他不看好 現在的 他認為現在的 連續兩個月的小通膨 只是一個暫時性的狀況而已 跟我們的看法很像 可是各位 當經濟扯到政治 對手的解讀又不一樣了 對手又跟大家講 連一個通膨都控制不好的總統 他怎麼可以繼續當呢 政治好玩的地方也在這裡啦 那當然互相切磋砥礼 甚至於是辯論 我覺得只要是對國家好的名好 這個方向是對的方向 我覺得都不是一件壞事 好不好 好 那今年我還是認為 六月會緩降 人家可能說會降一碼 因為美國很少在降半碼的 升半碼 降半碼 他一升就是升一碼 或者是一降就降一碼 那我認為今年可能會破例一下 年中的時候應該會有一個半碼出現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準不準 好不好 那這個是市場上從昨天晚上 從美國延伸到台股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延伸呢 因為昨天晚上的美股大跌 為什麼 聽到通膨的 看到通膨的數據這麼高 他又覺得說降息可能又要延後 或者是今年降息無望 這樣子的言論又出來了 所以美股怎麼樣 資金效應之下 會擺擠在所謂的 金融市場的利率上面 銀行體系上面 就不會來到所謂的 資本市場裡面的 投資股票市場 所以怎麼樣 股票昨天晚上的美股 幫幫幫幫幫 四大皆空 四個指數幾乎都是小跌 所以造成今天台股怎麼樣 緩衝一下 今天也回檔修正 好 先來抓元凶吧 先來看大盤好不好 大盤看完再來看元凶是誰 今天跌的元凶是誰 現在盤中時間了 元凶是誰 大盤現在目前還是處在高檔震盪 高檔震盪怎麼做 短線應對 沒有太大的問題 已經複數過很多很多次了 到現在還有人在做波段 就是因為做波段追強 追強追強 所以手上二三十張股票 這樣的分析師市場上一大堆 所以他每天都有漲停板的公司 可以講為什麼 因為很多過去套牢的股票公司 手上還有沒有賣掉 賠錢的狀況下 今天突然漲停板了 他又把他拉出來講 所以這個就是市場現象 當你一個策略錯誤的時候 你死不悔改 你甚至於怎麼樣 去把以前舊的股票 賠錢的股票 拉出來告訴各位 漲停板 我覺得那不是一件好事 大盤在高檔震盪 我們說我們的策略是做短線 救會員不用緊張 也是收到短線的訊息 抓元凶 今天的元凶是誰呢 叫做郭台銘概念股 現在他已經不是董事長了 為什麼會回檔修正 市場上對他的怎麼樣 他對他的判斷期許有變壞嗎 或者是調降他的目標價嗎 沒有 都沒有 但是各位 最大的BUG出現在哪裡 最大的BUG出現在哪裡 來來來來 你現在所看到的 你現在所看到的 綠棒出現 160那一天 謝老師在節目上 也直接跟各位講 撞兄 出去了嘛 出掉了嘛 漲一波斷了以後 墊高成本 連續兩天破五日線 賣 出現綠棒賣 爆大量賣 高檔貫穿線賣 長上引線賣 只要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賣 為什麼要賣 因為已經脫離成本太多了嘛 105 107 漲到160 我們算158好了 算160有點過分 算158好了 從這裡到這裡也夠了吧 有沒有出綠棒你自己看嘛 我們算158好了好不好 我們算158 最高161.5嘛 我們算158就好了 來千多少 現在目前多少 原來不是調低目標價 原來不是給他降頻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利空 是什麼 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應該是法人在做持股的轉換 法人在做持股的轉換 那這一波段上來 也夠了嘛對不對 當時在這一天跟大家講 在Lite跟大家講 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講什麼 這一種大型股票在低檔 好久好久沒有出現過 加碼訊號跟買點的 它出現了 你一定要珍惜它 記不記得 這個紅海 它是大牛 它是大象 但是站在風口上 它還是一樣會飛 我現在在講的都是 當時跟各位講的東西 我現在在講的都是 當時我在跟大家所講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不是說只有台積電會長 當這種大型股 在底部低檔出現買點 它還是一樣 成為這一個波段的大主流 成為這一個階段的 所謂的焦點 美光燈聚大家身上 為什麼 它可以從一百零幾塊 漲到一百六十塊 連賣點 各位都把你抓出來 抓得這麼準 沒有破五日線連續兩天 就給我續爆 沒有出長上引線 頭部貫穿爆大量 就給我續爆 可是當出現綠棒 有任何不舒服的 以上我剛剛所說的 反肢有出現 就把它賣掉 好不好 就把它賣掉 來 各位 買點漂亮 賣點也漂亮 我相信就紅海的操作 大家應該 如果你要吹毛求疵的話 你會跟我說 老師你沒有買最低賣最高 如果你真的要吹毛求疵 當然你可以這麼講 但是 如果你沒有那麼苛求的話 買在相對低賣在相對高 OK了啦 而且是全部公開預告 LINE的上面也講 也跟會員講 也跟投資朋友們講 也跟粉絲講 在節目上給看節目的人講 那不只是講買點 講買點還要抓賣點給各位 還跟各位講我們做了什麼事 那為什麼 解釋還要解釋原因 各位給大家聽 沒有任何的利空 也不是什麼調價目標價 也不是什麼 做什麼產品失敗的都沒有 就因為問題出在哪裡 籌碼嘛 就是出現在籌碼 就這麼簡單 好 今天的元凶抓到了 台積電沒什麼跌 聯發客沒什麼跌 那重權值的個股 這跌最兇的大致上就是他的 大致上就是他的 先把元凶抓出來 這也是我們之前 所操作的標的之一 還有很多股票 來來來 6117的銀幌 來來來 今天怎麼講 昨天怎麼講 昨天怎麼講 不舒服嘛 量還好啦 就量來看 量價關係看來還好啦 這個不舒服嘛 為什麼不舒服 常上影線不舒服 不舒服就先賣一趟 就先走一趟 就這樣子啊 今天差一點拉到漲停 今天盤中差一點拉 好像有碰到漲停 好像有碰到漲停 看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不管啦 反正你看到這個上影線 就找位置給他出掉就好 你昨天沒有出 今天出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好不好 今天量反而大了 今天上影線出來 那正式怎麼樣 昨天沒有賣的人 今天看到節目 應該算是結案了吧 為什麼 兩個不舒服的地方嘛 今天是預估 這還不是預估量 是現在量喔 你等一下量的人會補 我會補到這裡喔 可能會補到3萬多 到4萬多張喔 那是不是大量 出現常上影線 那大致上就是結案了吧 就不能 如果再跌下來 你就不要說 現在事情都沒有講 好那當然 這個波段裡面 做的最舒服的一檔 其中之一 6139的雅翔 做得最舒服啦 做得最舒服 00939 940 我就是大致上就 壓他壓最多啦 人家都壓什麼長榮啦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光 群光啦 那個那都沒去啦 那個都沒有漲啦 什麼漢堂啦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是他們就在高位階 那我們去選擇他是因為 他在低位階 剛起漲 帶量突破出加碼 而且出現了買點出現 207以下買 今天到330 有沒有出來330 沒有啦 我們剛剛說做得最順的嘛 做得最順的一檔股票之一嘛 賣掉以後 今天漲停板 做得最順的 可是沒有賣在最高點 而且賣掉了以後漲停板 看到這裡你會不會覺得老師好可惜 不會很可惜啦 賣了就賣了啦 賣了就賣了嘛 至少我們抓的股票 第一個 你要抓939、940 請問你有沒有抓到他 有沒有重壓他 還是你怎樣 散彈打鳥全部都買 只有他漲 我們沒有嘛 我們就告訴各位 939、940 你真的要買 我寧願 我就選這一檔 我不選其他的高檔股票 對不對 那我們的資金應該算是 擺在滿有效率的地方 不要說最有效率 滿有效率的地方啦 對不對 所以 顧此施筆 少了一根漲停 就不要太苛責謝老師 好不好 不要太苛責我 但是也算舒服了啦 207以下買的 298附近請各位賣 也大概快要100塊了吧 也快要100塊了啦 好啦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檔好不好 近期所操作的股票 來這個 龍的傳人大家記不記得 你看看我們賣掉之後 昨天還有很多人在講喔 為什麼很多人在講 最近又噴泥斷上來嘛 其實各位 大家不要看到什麼好去追什麼 原因在於哪裡 因為你要先看位置 而且它的底部滿一點 它早就出現在這裡 這個是在賴清德去 未來的總統 要去那個龍德造船之前 還沒有說什麼三艘什麼錢 劍一起照都還沒有講 人家就已經有訓號出來了嘛 人家就有訓號出來 你等到要就職了 你說你再來買 不要說送你一根啦 就算你買在這裡 你也是一樣打平而已啦 我們是提早賣的嘛 我們是提早賣的嘛 對不對 我們是提早賣的嘛 為什麼上影線出現 提早賣的 電視上也直接公開講 那我們在玩這一段 你在玩這一段 你看差異性在於哪裡 是不是 是不是要加入LINE 是不是要加入 謝老師的陣容裡面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別人好多了 這一段時間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我們可以做很多股票啊 來各位 4533的協議機 來昨天跟各位講要出了喔 要找賣點了 為什麼要找賣點 理由很簡單嘛 底部5K之內出現 連續的買點銀加碼訊號 買進了以後 昨天出現的長上影線大量 今天再出現一線 長線影線大量 連續兩天都有給機會跑 有高點跑 為什麼不跑 而且這樣的訊號出現出來 這樣子的股票 未來一定持續不久 就大致上在這裡 或者是下來 短線上就是這麼操作啊 我就是這麼判斷啊 就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好你再來看第一桶 很多短線上的股票可以做 昨天跟各位講 不能再買了 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 不要我們做完了 我們講完了 然後你才去追 聽到別人講 銅價大漲 本身台灣不產銅 可是怎麼樣 很多銅的公司 有做銅的公司 這個庫存很低 所以他未來的報價上漲 對他來講 是可以提列一些所謂的業外 業外應該是爭議 不是損益 所以價格會提高怎麼樣 你不用去低價庫存 它是可以一時性的暫時提倡 可是你知道原物價這種東西 它不可能永遠都漲 跟房價一樣 不可能永遠都漲 我甚至可以講到 人性化的東西 兩岸你不可能永遠都不溝通 一樣意思 你找我一天是要溝通的 可是怎麼溝通 怎麼樣來個起點 等一下我會講到一個重點 叫做旅遊類股 因為這個有關政治 我政治的東西就撇開 可是我們講去真的 你說兩岸永遠都不會交流嗎 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怎麼樣一個開頭 是一個很漂亮的開頭 這個下一段我們再來講 好那長上引線出現 出現大量 你看今天就 我們不要說 不要說他沒有漲 或者是小漲小跌 我們都不要去講他好話害話 可是你基本上就沒有之前 這三天的氣勢了嘛 對不對 這氣勢就沒出來了嘛 那我們不能說他氣數以盡 至少我們買短鍵 就是賣在相對高檔 懂我的意思嗎 好 再來看幾檔 你看好幾檔其實很漂亮的 你看都符合我們的選股要求 為什麼 6515來 帶量突破 帶量 來來來 帶量 過頻抬高 小B點 這不是今天講 前兩天就已經在stand by 為什麼stand by 因為他買點出現了 因為他買點出現了 不是今天跟各位講stand by 在等 今天只是 這個表徵出來代表的是什麼 還有高點 這個表徵出來代表是還有高點 那高點會來到10% 20% 30% 我真的抓不住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短線上如果遇到不舒服 我就先走 為什麼 我們建立一下低成本嘛 好不好 那昨天講的這個 不是板卡 這個探真卡 大家記得兩檔股票 623的忘記 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買點已經出現了 那如果今天再漲上去 能夠怎麼樣 帶量突破平台高加碼點 完全符合 怎麼那麼準 昨天才跟各位講 昨天才跟各位說要注意 stand by attention 對不對 注意 今天馬上 謝老師昨天所講 預言的東西就出來了 另外一個探真是什麼 六位一系的中探真 來來來 昨天本來還有出加碼 盤中出加碼點 結果收盤的時候沒有 今天就補一根加碼給各位看 兩箱比較是一個高位階 一個低位階 相對的 這個旺系 它可能是有點追高 可是沒有關係做短線 那相對如果是比較爆 可以比較安全的位置 那就是什麼 中探真嘛 就兩檔探真卡都給各位看嘛 兩檔都給各位看嘛 好我們昨天對岸的習大大 講了一句話 他鼓勵他們的人民來台灣旅遊 那我們先不管 對岸人民的素質怎麼樣 能夠賺多少錢 我們都不管 我們都先不要管 可是就小弟的一個小看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提出善意的一個交流 好交流的機會 那當然是小弟的見解 我跟你說過 怎樣不可能永遠不交流嘛 打架也是一種交流啦 射飛彈也是一種交流 但是這是惡性交流嘛 那你要惡的交流 還是好的交流 我不是政治家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善意的交流 那我也希望 也快要就職點說演講了嘛 會不會有一個善意的回應 好話盡於此就好了 我們不要太扯政治 好如果要交流 要買飯店還是買旅遊 我會選擇買旅遊 我會選擇買旅遊 為什麼 如果人真的沒有來 很簡單 飯店沒人住 但是旅遊可以跑國外線 可以跑日本跑什麼跑什麼 而且你可以看到 所有賺錢的公司 大部分都是在旅遊類股 飯店還沒有賺得這麼多 所以我會選擇 第一個2743的三副 來 就籌碼來看 有沒有出現實際上的買點 有嘛 這其一碼 第二檔我會選擇誰 2731的雄獅 雖然他沒有出現買點 雖然他今天出現所謂的上影線 我倒反而覺得 今天已經開始突破平台高 雖然沒有加碼點出現 但是有帶量 三個條件符合兩個 所以我會選擇這兩檔 三副跟雄獅 好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要 找明天的股票啦 要給各位稍微遮一下啦 三月份的年增 40% 我們之前講台積電 千元來相見 材料設備股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注意 我們講了很多 比如說萬潤啊 星雲啊 比如說帆軒啊 講了很多對不對 好 近期來講那些股票 並沒有出現的帶量突破加碼 帶量突破平台高加碼 沒有 可是這一檔 標準的設備材料股 來 眼睛背後趕緊腳趁桌的材料股 為什麼呢 來 有沒有帶量 有沒有突破平台高 有沒有加碼 想不想知道這一檔股票 想知道明天這檔股票 就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說不定明天就有一成 說不定明天就有10%的利潤 好不好 今天加入LINE 明天順便就有10%可以拿回家 就可以知道 謝老師在節目當中 所講解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跟著我們 直接短線上的操作 比如說像鴻海 鎮姬 鎮廣 雅翔 龍德造船 連茂第一桶 協議機 類似像這麼短線上 績效這麼好的股票 也希望你可以直接 來電給我們公司 直接跟謝老師講 老師 我想要一起加入 短線VIP的操作 歡迎你撥電話 歡迎你加入 謝宜文謝老師的LINE 我們明天見 謝謝小鈴鐺